刚才我们直播的那个馒头呢发酵的就是差不多了 所以我跟大家看一下就是怎么看那个发酵OK 那其实外表上就是已经有点蓬蓬了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手指头去摸 轻轻的触摸 那你的面团又凹下去 然后已经没有回弹了 对其实就是表示它发酵已经完成了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进去这个面包机里面 好那蒸烤的方式呢很简单 就是像蒸馒头一样 只是我们用面包机的水分 就是大概给它两大匙的这个水分 然后往旁边淋下去 然后放上这个面包机附赠的这个料理上盖 然后就选择烘烤模式 好那就是选择那个22烘烤模式 那因为时间它的一开始设定就是大概是30 所以我就没有重新设定 好我们就把它开始 只是大概蒸个蒸烤大概20分钟左右就好 所以你就是自己另外用那个计数器 然后计个20分钟 时间到然后我们就把它这个行程取消掉就可以 那之后我们就来看看烘烤真烤的馒头 会是什么样子的结果 好的20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来看看馒头烤得怎么样 我们打开来看看馒头烤得怎么样 还蛮漂亮的吧 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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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你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小培子 你这个字幕上搭受了 你这个字幕上会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我要不 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